今天我们来编织一款贝壳花的漱口袋 这款袋子我们选用的是四股的精输棉 钩针是2.5毫米的钩针 首先环形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起立针 绕线圈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再锁一针 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长针 接着后面绕线圈编织长针 加上开始的这一针 一共编织13个长针 13针编好之后收紧线圈 接着我们跳过第一针 在第二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短针 短针完成之后 锁一针 这一针呢相当于是一个长针 代替起立针的作用 接着后面开始编织长针 这一行一共需要增加13针 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两个长针 先在第一针 同一个位置 增加一针 再加一针 接着后面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两个长针 这一行一共编织26个长针 第二行最后的两个长针 是在第一行 第一针上面对应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引拔针这个位置 编织两个长针 这样一圈编好之后 接着跳过第一针 在第二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用这种方法编织出来的织片呢 是没有那个起立针的空隙的 那接下来开始编织第三行 锁一针起立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一针 第一针完成之后 接着在下一针上 编织两个长针 这一行呢 同样是增加13针 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39个长针 下一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下一针编织两个长针 这样每隔一针 增加一针 一共增加13针 第三行最后的两个长针 第三行最后的两个长针 也就是引拔针的这里 在这个位置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最后 在开始的第二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样第三行就完成了 接着编织第四行 锁一针起立针 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一针 第一针完成 接着在下一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下一针上编织两个长针 之后呢 就每隔两针 增加一针 一共增加13针 编织52个长针 第四行最后的这两个长针 和前面的这几行方法相同 是在前一行第一针 上面对应的引拔针 这个位置 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在第二个长针上 编织引拔针 引拔针完成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辫子针 前面我们所说的 最后的两个长针 就是在这个辫子针上面去编织 刚好这个辫子针 和第一个长针是对应的 接着编织第五行 编织一针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编织一针 这一行同样是增加13针 下面的两针 每一针 上面先编一个长针 接着在下一针上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之后呢 就每隔三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65个长针 第五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六行 同样是增加13针 首先编织一针 编织一个短针 编织一针 前面先正常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下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之后呢 就每隔四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78个长针 第六行 第六行编好之后 接着编织第七行 第七行同样增加13针 首先锁一针 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前面先正常编织四个长针 接着在下一针上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之后呢 就每隔五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91个长针 第七行编好之后 接着编织第八行 第八行同样是增加13针 锁一针 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后面先正常编织长针 编织五个长针 接着在下一针上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之后呢 就每隔六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104个长针 第八行编好之后 这个呢就是包的底部 接下来我们编织 接下来我们编织包的侧面部分 首先编织第一行 锁一针 其力针 编织短针 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 一个短针 侧面部分的第一行编好之后 接着编织第二行 锁一针 其力针 先在第一针上 编织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调针 外侧的一根线 编织短针 接着空三针 在下一针上 调针 外侧的一根线 编织长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三个长针 三针编好之后 锁一针 接着在同一针上 再编三个长针 这样一共七个针目 编织一组贝克花 接着空三针 在下一针上 编织短针 同样是 调针目 外侧的一根线 编织短针 短针完成 接着空三针 在下一针上 调针目 外侧的一根线 编织 三个长针 三针完成之后 锁一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三个长针 贝克花的部分 完成之后 接着空三针 在下一针上 调针目 外侧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之后呢 我们就一直重复 这个花样编织 第二行编好之后 接着编织第三行 锁三针 起立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 两个长针 两个长针 编好之后 接着在前一行 贝克花中间的 这个锁针上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在下面的短针上 编织一组贝克花 先编三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再编三个长针 贝克花的部分 完成之后 接着下面 在中间的锁针处 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呢 就重复这个花样编织 在短针上 编织长针 在长针的中间 编织短针 这样错位编织 第三行的最后 我们在开始的这个位置 编织三个长针 和开始的这三个长针 刚好组合成为一组贝克花 三针 编织变好之后 接着我们在开始的第三个起立针上 编织一个中长针 这里这个中长针 代替的就是贝克花中间的这个锁针 接着我们编织第四行 锁一针起立针 在这个中长针的下面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上 编织贝克花的部分 贝克花完成之后 在下一组花样中间 编织一个短针 之后呢 还是重复前面两行的花样编织 按照一个短针 一组贝克花的花样 重复编织 后面的部分 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大家根据前面的编织方法 一直编织到第二十二行即可 最后一行编织贝克花的时候 先编三个长针 接着锁三针 三针锁好之后 返回最后一个长针 挑半针 接着挑侧边部分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银拔针 在这里编织一个狗牙拉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编织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短针上 编织下一组贝克花样 先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锁三针 返回针脚处 编织引拔针 狗牙拉针完成 接着编织一根线 接着编织长针 后面就重复这个花样 在每一个贝克花的中间部分 编织一个狗牙拉针 最后一针编织好之后 断线 接着将线头 穿过第一针的针目 接着再穿过最后一针 里面的一根线 连接好之后 接着将线头 隐藏到织物里面 最后一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侧面部分 第一行的位置 在第一行的短针 挑外侧的这半针 在这里编织花样 重新起线 锁一针 起立针 编织一个短针 按顺序 按顺序 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调针 挑针目外侧的一根线 腌制短针 第四个短针 编好之后 接着锁三针 编织狗牙拉针 接着继续编织短针 四个短针编好之后 锁三针 编织狗牙拉针 后面的每隔三个短针 在第四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狗牙拉针 按这个花样编织一圈即可 猪蹄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 抽绳的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起针时将开始的这一端 预留10厘米的线头 接着开始锁针 锁针120针 120个锁针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同样是留一段线头 作为缝合用 接着我们将抽绳的部分 穿到主体上 接着我们将抽绳的部分穿到主体上 绳子的部分 绳子的部分穿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制作毛线球的部分 绳子的部分穿好 设计刀 穿完成之后 绳子的部分穿好 总结这一张 主体上说 这样的风格 闭上了 主体上是 只需要锁针 繁针 毛线球做好之后 接着我们将它固定到抽绳的两端 好了这样呢我们这款漱口袋就完成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